在昨天的故事当中 我们说到玉米投手和高坚果 正准备玩捉迷藏的游戏呢 却意外地上了时空穿梭机 他们来到了美国西部的沙漠当中 见到了能发出弧形闪电的闪电芦苇 而狡猾的鸡贼僵尸的出现 让他们产生了一场小误会 不过最后 三个植物战士还是联手起来 战胜了鸡贼僵尸 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吧 古怪的秦生 这是由高洪波爷爷创作的 玉米投手高坚果和闪电芦苇 来到一片西部牧场 牧场上开着各种各样的野花 蜜蜂们在头顶上飞来飞去 牧场中有一座孤零零的木头房子 我挺喜欢这个地方的 很像咱们的植物园 玉米投手向大家宣布 我想住个几天 可是这就是一片普通的牧场 我们应该继续往前走 闪电芦苇不同意 高坚果困惑的晃晃脑袋 不知道该听谁的话好 这时候啊 小木屋里突然传出一阵钢琴声 琴声一点也不好听 甚至有些古怪 让人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琴声越来越大 玉米投手突然发现身边有舞动的身影 定睛一看 不好 全是舞蹈着的僵尸 被古怪的琴声指挥着 正一步一步的包围他们 高坚果勇敢的站在最前面 僵尸们啃啊啃啊 可就是啃不倒我们的高坚果 玉米投手兴奋地投掷出了大块的黄油 粘稠的黄油把一个又一个的僵尸 固定在牧场的草地上 看起来像多了一群可笑的稻草人 闪电芦苇拍手笑道 可笑可笑真可笑 跳舞的不会动 咬人的下巴掉 握拳僵尸赶快逃 逃得越远就越好 可是闪电芦苇的话音刚落 只见小木屋的屋顶 一下子被一股巨大的阴浪给掀开了 木板四散 像箭一样朝他们飞过来 一个弹钢琴的大块头 僵尸凶狠地叫道 还是踏进牧场者 有来无回 一阵琴声 带来一股冷风 挂过玉米投手的身体 他打了一个寒阵 而被玉米块击中的僵尸们 也马上兴奋起来 又嗷嗷叫着向前冲 情况万分的危急 玉米投手和高坚果齐声喊道 闪电芦苇快出手 闪电芦苇又一次不见了踪影 闪电芦苇到底去哪了 其实他比谁都着急 因为当他朝最近的舞蹈僵尸发射电弧之后 发现这些被琴声催眠的僵尸根本不在乎 一个僵尸还叫道 芦苇芦苇 你真棒 谢谢你为我挠痒痒 挠痒痒 闪电芦苇赶快去找了一个了不起的伙伴帮忙 谁啊 能量豆呗 哎呀 他终于该出来了 闪电芦苇边走边叫 能量豆 像朵花 我们一起找到他 摸摸能量豆 本领就变大 话音刚落 闪电芦苇就发现了能量豆 僵尸们也看见了能量豆 他们跳着舞冲过来 玉米投手拼命的用黄油块和玉米粒阻击他们 闪电芦苇闪电般的冲到了能量豆面前 能量豆让闪电芦苇起了巨大的变化 他高声的对玉米投手和高坚果说 兄弟们 别着急 别害怕 弹钢琴僵尸大坏蛋 让我来对付他 弹钢琴僵尸一听这话 手指用力 脑袋摇晃 把琴声弹得更响亮了 由于太过使劲 嘣的一声 还弹断了一根琴弦 琴弦飞出来 像鞭子一样抽在高坚果的身上 疼得他一机灵 闪电芦苇 积蓄起巨大的能量 天空暗下来 渐渐聚起了一团黑压压的闪电乌云 乌云在牧场上空翻滚 舞蹈的僵尸们像被闪电的鞭子抽打着 变得很狼狈 弹钢琴僵尸的手指变得不太灵动了 琴声也慢下来 声音渐渐的小了下去 这时候啊 闪电芦苇使劲一挥 只听一声炸雷 满一道闪电 把弹钢琴僵尸的钢琴和琴凳 化为一阵黑烟 黑烟过后啊 小木屋和弹钢琴僵尸 全都不见了 牧场又恢复了绿色的平静 僵尸们消失的无影无踪 玉米投手和高坚果 冲闪电芦苇翘起大拇指 闪电芦苇说了 我最该感谢的是能量洞 如果没有他呀 胜负还很难说呢 能量洞 像朵花 植物战士喜欢他 大家齐声喊了起来 声音传出好远 好远呢 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好远呢 好远呢 感谢观看